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丢盒子的人一定很着急 卷心菜头手想马上找到盒子的主人 就在那儿喊了 我说谁丢了东西啊 谁丢了东西 可是没有人回答 卷心菜头手抱着盒子走啊走啊 他看到向日葵正在画画 就问向日葵了 是你丢了东西吗 向日葵说 我没丢 是这个盒子吗 可真漂亮 我倒真想有这样一个礼盒 要不你把它送给我吧 卷心菜头手说 那可不行 这是别人的东西 我要找到丢东西的人 把它还给施主 卷心菜头手抱着盒子走啊走啊 他看到大嘴花正在刷牙 就问大嘴花了 你丢了什么东西吗 大嘴花说 我没丢 是这个盒子吗 真漂亮 我好想知道盒子里装的什么 不如我们打开看看吧 卷心菜头手说 那可不行 这是别人的东西 不能打开 我要找到丢东西的人 把它还给施主 南瓜头凑近了 看了看那盒子说 快看呢 你们仔细看 这写的好像是小丑僵尸 卷心菜头手说 那我们应该把它还给小丑僵尸 南瓜头说 还给它干什么 认了算了 小丑僵尸总来打我们 卷心菜头手说 可这是它的东西 我们应该还给它 小丑僵尸和一群僵尸 正在花园边上准备进攻呢 卷心菜头手 把盒子放到地上 喂 我说小丑僵尸 这是你的礼盒吧 上面有你的名字 前边的僵尸跑上前去 拿起盒子就拆 想看看里边是什么 僵尸僵尸刚要喊 别动 可已经来不及了 轰隆一声 盒子爆炸了 僵尸们身上瞬间 糊满了黑粉 原来啊 这是小丑僵尸 悄悄放到花园里的 黑粉炸弹 小丑僵尸 想用黑粉炸弹 炸植物战士呢 没想到卷心菜头手 一定要把东西还给施主 结果呀 黑粉炸弹 炸了僵尸自己 不过 我们还是要说一说 食精不媚的美德 食精不媚是一种美德 要是食到别人的东西 不还给别人 不但会被人瞧不起 有时候还会触犯法律 要蹲监狱的 所以我们食到东西 一定要还给别人 好吗 故事讲完了 在这里 董燕阿姨有个好消息 要分享给大家 2018年 我们有个新动作 章鱼叔叔 教画画 还会带领小朋友们 做绘本呢 每个周末 在家里 就可以跟着学 如果你想报名 找到微信下的 二维码 扫一扫 加入我们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